verse 2 等你和花颜的合约期满 就和我签约怎么样 怎么了 喝鲸汐 副总 好巧啊 顾总 没那么巧 我是特意来校花言学习的 恭喜你啊 新产品很成功 多谢 奶奶叫我们回家吃饭 坐 这么早 我 我不喝鲸汤 回家 顾总 不好意思啊 我和锦西还有话没聊完 如果是签约的事情 那就没有必要再聊了 贺锦西已经跟花言签订合同在先 顾总放心 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聊清楚了 我不会强迫他人违约的 只不过 在不违背商业击灭的前提下 我想请锦西 当我的宣传顾问 这恐怕没什么问题吧 好 你们聊 我在这儿等你 我等我的女朋友回家 我等我的女朋友回家 副总不会也要管吧 副先生 其他事情我们改天再聊吧 今天我还有点事 好 走吧 继续聊啊 不聊了不聊了 不聊了不聊了 回家 坐 副先生再见啊 明天 我记得我和你说过一次了吧 什么 在和我的合约存续期内 不准和其他男性 有过于亲密的关系 哪里亲密了 我们就是碰巧遇见 在你这儿是碰巧 在别人那里 未必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是怀疑傅 傅总 你未免也太高看我了 我 他是品牌公司的老板 怎么会特意接近我 又怎么会特意和我相遇呢 拜托你收起你的满天大开的脑洞 多做点正事吧 我是为了你好 我谢谢你啊 顾总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 你的资料上并没有标准你很擅长化妆 也没有说你一直在做主播 但我今天看你的化妆手法 以及你的理念 绝对是专业的 而且是经过思考的 为什么你的资料和本人出入这么大 贺锦西 顾锡城那么精明的人 你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 他要是知道我们姐妹俩联手片的 我们什么都得不得 妈妈也就没有希望了 回答我 贺锦西 我 我家里人觉得这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 所以 我就没在资料里写 是吗 那你怎么想的 我当然不是这么认为的呀 我很喜欢这份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工作 不然 我也不会这么认真的做了 对吧 我让司徒给奶奶准备了些补品 等会儿回到家 你送给他老人家 好 不过 你是想 帮我在奶奶面前刷好感呢 还是真的问鸡奶奶 我是为了你好 问我 不然 你希望奶奶继续给你炖鸡汤啊 不不不不 鸡汤不要 鸡汤有毒 不是 这个吧 这个漂亮极了 回答正确 奶奶 我们回来了 好 好 好 快来快来 跟奶奶说说话 奶奶 这个呢是西城 给您准备的好吃的 她说您最近为我们太操劳了 让您好好养生 养好身体 她是让我养生 还是别叫我多操心闲事 鸡汤喝得好吗 奶奶 别别别 鸡汤不要了 奶奶 以后我们俩的事情 您就别操心了 我会和她好好在一起的 那我们 走吧 成功了 还是您厉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看吗 谁看你了 i know you 顾 顾学长 干什么 我饿了 饿的就吃这个 你再看下去 我要收费了 先来一百块钱的 你晚饭没有吃饱饱 这么快就饿了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 我特别能吃 也特别爱吃 但是 晚饭是没一做的 我不是怕 有较料 相同的手法 奶奶不会再使用第二次了 也不是了 我以前做直播太忙 经常顾不得吃饭 所以晚上一碗泡面 就是一天的主食了 一天就一顿啊 你有必要这么忙吗 我可听说 你手里面的资产并不少 那是贺 是我以前花钱太大手大脚了 手边的流水都用去买奢侈品了 包包 高跟鞋什么的 我现在你亲自他这么多的 你今天要再画一下 什么 我记得你 那小鞋 你 你 我记得你 那个 你 你 我不客气 那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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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陪我一起吃吗 我从不吃小爷 那为什么是两碗 你 一直都是这样吗 什么 双数 你的所有东西 书架 床头柜 洗衣用品 包括藏书 都是一模一样的双份 办公室里更不用说了 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 就发现你办公桌上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双份 胡锡成 你这个叫 藕树皮 对 藕树 你是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啊 这没什么奇怪的吧 我只是喜欢东西成双并排 不落单的感觉 我讨厌这世界上 一切孤零零的物品而已 可是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是一模一样的呀 但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让它们尽可能地完全赢 可是 这是人为的呀 过去成你之有强迫症嘛 这和你 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吗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想帮你分 霍小姐 我希望你搞清楚我和你的关系 遵守我和你签订的合约 霍小姐 我不需要你来指点我的生活 更不需要你来剖析我的人生 顾总 我不是 顾 顾 来 来 来 喝 喝酒 喂 茜茜 救我 救我 安 你在哪儿呢 怎么那么吵啊 我 我在酒吧 我现在给你发定位了 你过来接我 快点 你不能打电话 你喝 快点 喝个酒 我没说不给你喝 我现在就给你喝 没说不给你喝 我现在就给你喝 干了啊 这个安安 算了 今天还是别惹他了 我先去救安安 神呢 不会这么晚又出去了吗 拜登 如果变成火 我不会 那لاalia 我不行啊 哎 是非要干嘛 Hij很融合 还有你 不要dad 又啊 在哪儿啊 你 你不行 你没有我厉害 喝 给我喝 我司徒说要喝酒 喂 司徒你在哪儿 帮我查一下 喝成什么样了 快给我回去 谢谢你了 走走走走啊 走 这是谁 你不喝得走 没找爸爸的啊 谁要走了 我要跟你接着喝 贺锦西 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不好意思啊 你认错人了 怎么可能认错 你看 你这双高尾鞋还是我送的 我送了你那么多理由 你从来都不陪我喝个酒 今天正好遇到了 咱俩喝一杯 走 放开 你 当时我报警啊 你吓我谁呢 别给脸不要脸啊 走 来 来 顾西长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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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碰到你 有没有受伤 顾西长 我 英雄秀美是吧 来啊 太子 别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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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人你敢动 好好好 这儿 不管 不管她 来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我 护西长小心 走 走 走 等我她呀 你打人啊 你 怎么样 没事吧 来 没事 走 行 走 你没有喝过我 你得叫我爸爸 司祖说 你 你看一见什么得下你 你都坐轮椅了 你应该叫我 爸爸 你配我 不不是不是啊 你看我 你看我 别抓我 我能带你飞 去加油 我带你飞 飞啊 飞 什么叫我吐 我带你飞 飞 就你会吐 你以为我不会吐吗 你喝多了送你回去 姐姐我没事 我要给你喝 我给你喝 司徒 司徒 老大 我老大来了 我老大来了 我不怕你 我有信息 我也不怕你 我打了专车 送他们回去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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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红柏那个人 你认识啊 你认识啊 不认识啊 他 他认错人了 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要生气嘛 我真的不是故意这么晚出来的 我 但是我告诉过你 合约期间内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算了 回家吧 别惊动奶奶 怎么了 你先去开车 我马上就来 你先去开车 我马上就来 我马上就走 张银 这阴风里也一边更加糊 还放水 那边 不想光假回家的话 就乖乖别动 但是我的鞋 不要了 只要人没事就好了 再多的鞋 我买给你 真麻烦 这是哪儿啊 小姐 你朋友让我送二位回家 回家 不回家 想回家 来 跟我喝呢 行 行啊 今天睡得比较走 师傅 去我家 新公馆C座 接着喝 够 好的 笨死了 叫 我贴个穿可贴就可以 旧伤还没好 又添上新伤 这样一直将就的我 永远好不了 那我自己 别动 叫你笨手笨脚的 只会影响到我 疼吗 不疼 真能扯情 什么 我说 让你别打扰我 忍一忍 很快就好 没事 我可以 你这什么表情啊 没有 就是 没有想到你还会笑 还知道嬉皮笑脸 看来的确是不疼 是 也不疼吗 好 不疼吗 我 我说了多少次了 在家里面可以 不叫姑子 要叫西长 记住就好 以后你睡床 我睡沙发 我睡醒了 你起来 我的妈呀 再来 再来 老娘今天不跟你拼 跟你死我活的 我就跟你笑 你快点起来 不睡觉是吧 沈天 沈天 有病 不睡觉 你要是不怕逃脱 那就病不睡觉 脱 你说我脱 我 我 今天 就算突 我也要跟你拼到底 来 哪里就来 你要是比不了你足晨虚 就叫板 左帽 你睡着了 你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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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伯 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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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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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在我家 我 我怎么知道 哎 哎 我能带你飞 是不是 我 去我家 接着喝 我要跟你拼到底 我被你弄脏了 我不干净了 什么不干净了 闭嘴 你 你你你 你你 怎么拖这么干净 怎么可能 没关系 四度说 肯定什么也没有发生 就睡了一觉 好 什么也没发生 我受了二十几年的冰淇淋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连他 我都向他续手啊 昨天晚上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记住了 当然什么也没有发生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基于我的美色 昨天那夜夜 算是便宜你了 我 好 从现在开始 赌约结束 以后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还不快滚 领带 快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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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 如果月桂之怀的销量 已经几乎和花言持平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彻底 击败顾锡城 没问题 薄雅 我们都合作那么多次了 你就放心吧 好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对了 这双鞋你就收下吧 这双鞋是我今年 新设计的款式 抬制特殊 绝对不会抹角 好看是好看 可是 你送我也没用啊 你也知道 我单身这么多年了 没关系啊 你可以把它 送给你心意的女孩 说不定 她穿上这双鞋 就会慢慢走向你了呢 好 梅姨 锦夕小姐 你有一个快递 谢谢 不用客气 快递 是 这是客户精心设计 绝不会抹角的水晶鞋 我想来想去 只有送给你最合适 希望你喜欢 傅伯雅 什么东西啊 她很有心吗 就是上次她可能看到 我穿高高鞋抹角了 所以 顾锡城 你等一下 都是给你准备的 我 那天晚上我说过 你以后所有的鞋 我都会给你们 这也太多了吧 你以后 再也不用穿抹角的高跟鞋 你以后 再也不用穿抹角的高跟鞋 等到那天分别你一半 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好心情与你有宽 坏天气与你有宽 我的世界隐情跟着你变幻 白日梦与你有宽 失眠也与你有关 你是密提唯一的答案 鞋子很漂亮 但我不能收 你就原路寄回 多谢你的好意 总让我心乱 也让好多时刻变得不平凡 手机点点滴滴的喜欢 装进糖果馆 线上推广合育已经走完 别忘了来公司的那产品 好心情与你有关 坏天气与你有关 我的世界隐情跟着你变幻 白日梦与你有关 失眠也与你有关 你是密提唯一的答案 好心情与你有关 чтоб不要事情 我鼻σε消 他把产品拿走没有 也不说一声 송 不行 好像太热情了 好好工作 如果出问题 随时取消推广资格 是 谷总 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试了什么 你试图说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敲门啊 我只是来传递消息 丽博曼先生联系我 后天 塔赫夫人来中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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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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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馨 这么巧啊 你去哪儿 傅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准备回家呢 正好 我在附近办点事 上车说吧 我送你 这次真的不用麻烦了 车马上就来了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你看 你提这么重的东西挤公交 万一摔坏了怎么办 来 给我吧 谢谢啊 别跟我客气 走吧 来 慢点 来 慢点 难怪你把我送你的鞋退回来了 原来你现在改穿平地鞋了 是我实测了 我是真没有想到你会送我高跟鞋 不过现在我确实不太需要了 不管怎么样 谢谢 一会儿有空吗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散散步吧 今天天气这么好啊 正好 我也有事想跟你聊聊 找我 什么事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时候学画 最喜欢来这里写生了 那个时候因为学画 认识了不少有趣的朋友 只可惜后来我出国之后 大家也就 渐渐断了联系 这样啊 要不是我现在情况特殊 我们就可以用老朋友的身份 好好续续救了 我回国之后 就一直在代理 欧洲的有机彩妆品牌 我知道 上次你告诉我你的身份之后 我回去一查才知道 品牌的中文名 月桂之华也是你起的 真的厉害 你对我们的品牌啊 真是非常的了解 要是能和你合作就好了 我可真是 一直都迟到一步 要是副总赏识我的能力 以后找我也可以啊 我说的 不仅仅是签约 没事 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我们来日方长 小心 怎么了 没事 可能是我看错了 我们走吧 小心 小心 快看看你的画吧 颜夕 你刚刚都被淋透了 别感冒 没关系 快点看看画吧 太可惜了 没关系 再怎么说 也只是一幅练习画罢了 以后肯定还会画出更好的 你刚刚那么着急 还为我当水 谢了 好 朋友嘛 何必那么客气 颜夕 竟然真的是你 为什么伤害难工的人偏偏是你 我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让大家不受到伤害 我 不愿意 不愿意 你 我